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唱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李唱 我喜欢比特币这个行业 而且觉得这个行业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 然后现在还是比较出于一个初期阶段 所以说如果是有兴趣的人 在这种时机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学习的机会 所以也是把唱请来 跟我们好好的用一般人能听懂的话 来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这个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以后的发展一个趋势 是这个意思吧 关键是想要投资的话怎么投 从哪入手 要了解什么知识 需要有多少钱 你看这话一说就知道 我是渴望知识的 有些人可是渴望赚钱 对 这是俗 一看就看出来我穷了 这是钱我跟你说 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确实是非常想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说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其实我非常痛恨啊 很多年前Apple stock 没投资 你看现在一塌糊涂是不是 Amazon Netflix都没赶上 都没赶上 现在也不知道赶不赶投 跟温哥华的房市一样 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最高点 对吧 我就赶投 就是没钱 我也赶投 就是没钱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是想以一个大众的角度 去问一下我们这个比特币的一个专家 比特币的一些观点呀 一些知识啊 然后一些奇闻意识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节目 那我们先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比特币 比特币啊 就是在我介绍比特币之前 我想讲我第一不是专家 就是想想给介绍一下个人一些对比特币的了解 然后第二呢咱说投资 但是这个投资也只是比特币一个能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比特币的存在并不是去真正的去想让人做这种 Return很大的回报这种东西 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实在的意义 然后什么是比特币呢 咱想聊比特币的话 应该先看一下什么是金钱 对吧 今天的金钱到底是什么 几十万年前 人类刚有的时候金钱是个贝壳 后来变成了 什么金子银子 没错 元宝就变成了现在的纸币 这是我印象中的金钱 所以金钱一定是有几个衡量标准的 是要有几个 对 几个功用的 现在是美金黄金 它的黄金跟美金的一个连通 对吧 来决定了它的价值 现在刚刚小姨说的贝壳黄金 一点都没错 但是今天金钱已经和实体 顾题已经没有任何连接了 就是说我们的金钱 我们自己的财产 其实在银行里就是一个 record of transactions 就一个单子上面写你花钱减号 你赚钱加号 和金和黄金了银子了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这在这种这个结构下存在的金钱的模式呢 就造成了一个比较虚的一个东西 就是金钱这本身你并不是摸 是摸不到的 也看不见的 银行在掌控这个东西 银行是主宰者 就是说我们现在金钱其实都是以银行 以这个老大来告诉我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 然后明天如果银行不开心 你那个钱不给你了 冻结了 你想把就是你的钱往中国打 或者是往印度打 或者往非洲打 银行说为什么 我不想跟你打 你要你要打的话 你等一个月吧 或者是你再给我一个5%的手续费 我考虑一下 就甚至是我手上有纸币 但是这个国家可能金融危机了 一下我的纸币就以前开过一个玩笑 说赶紧去买油 今天油还是30万 明天油就涨到2000万了 就这个意思 没错 所以呢 咱看到今天这个金钱的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是怎么运作了 我们再看比特币 比特币呢 就是去完全是对这个金钱的一个反驳 就是说我们不想让银行 以一种体系去主宰我们整个的 financial freedom 我们的金钱的自由性 所以比特币呢 他就是把银行拆开了 不是银行一个人 自己拿这一个单子去记载 每个人的金钱是有多少 而是每个人都有这一个单子 每个人都在记 你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 都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单子呢 是每时每刻 每个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特币能达到了这个效果 就是说每个人在每时每刻 都是在update这个单子 而且都是honest 非常真实的去改这个单子的 就是比特币这个network 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想取代这个 那这个比特币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就很好奇它的这个历史发展 然后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比特币其实它有几个关键的component 关键的四个科技方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cryptography 这可以切掉啊 cryptography cryptography这个东西是由NS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做出来的一个 就是一个保密的一个algorithm 就是说只有你能打开你的比特币 你老婆你政府银行都打不开这个比特币 这是第一个component 就是说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给你造出来一个墙包 而且只有你有这个钥匙 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 没有任何人能打开你的墙包 钥匙丢了的话 对呀 丢了就没有了 我自己都打不开了 对你自己也打不开 就有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找一个机构 用我的真实身份去核查的方式 来寻回找回钥匙 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了 就有一个人嘛 他就是在英国一个人 他早期挖比特币 挖了很多比特币 挖了好像是 具体多少个我不记得了 但是当时的在比特币 在2万美金的时候 他的市值是8000万英镑 应该是这个左右 然后他在一个hard drive里面放 然后他把hard drive弄了 然后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打开 他那个8000万英镑价值的程序 就是说这个比特币 第一个technology copyography 保证了这个严谨性 没有任何能能黑你 然后他第二个是blockchain 就7块链的东西 7块链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每一个7块链就是一大堆块 然后连在一起 就叫7块链 然后7块链里面最重要的是 它里边的信息 它里边有三个信息 第一个就是transaction 在这一块创造这一块的时候 他把比如说 啊何老师 就是想花10块钱给小一 然后这个transaction 就放在这个区块链里面 然后这个区块链就这么简单 然后每个人都有这个copy 就能看到这个 你把钱10块钱给了他 然后第三个科技是proof of work money就挖矿 对什么叫挖矿 因为咱们都知道有一块煤矿 我拿个机器去挖了 挖出来他就能看到了 然后我就听很多人说 比特币挖矿矿机 我就说啊你们还挖矿啊 你们还买了大机器去挖矿 但是所以但后来我了解到 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听听你讲 到底什么叫挖矿 挖矿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计算方程式 就是一直在去解开 这个计算方程式 但是这个计算方程式 非常非常难解开 就像你要花很大的计算量 花很多的电力 你去找零 就是内计算方程式 就是你前面 你要找到12个零 9个零 或者16个零 根据他计算难度 然后找到这16个零 那你就是说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就是平 在平均每10分钟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人能找出来 就是把整个的计算量 每10分钟 有一个人能找出来这么多零 然后所以这个 这些零就放在这个区块 刚才谈到的区块链里面 这是第二条信息 所以这几个零代码 就代表了这个区块的 这一块的独特性 没有人能改变 就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有这些零 也有你给小一 10块钱 那个东西 如果说你想反悔 就是说我想改一下 我 我我我 其实我没给他10块钱 小一给我了20块钱 然后我自己赚回来30块钱 就是没人知道 就是我可以随便改 你要改的话 这些零自动会变化 所以说你一旦花了钱 不可能再去反驳回来 这就解决了一个double spending 这个problem double spending 一个虚拟的货币 你可以花两次 因为不知道 没人知道你有多少 所以说这些 你计算的方式 把这个区块链加密性做到 没人能改 除非我我再花10分钟 再把你的区块链重新改一下 但是他第三个信息 就在区块链里面 就是说我每一块都知道上面那一块那个 独特的链是多少个 然后你如果想改你这一块的话 你要把前面的后面的都要改 而且全世界最大的计算量 也只能每10分钟计算出来一块 所以说你要想改的话 你要把这个前面的后面的都要改 你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计算量 而且第四条就是 每个人都在计单子 他们都是找最长的那个区块链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认为 最长的那个区块链是最真实的 所以说你如果想改的话 你永远赶不上那个最真实的区块链的速度 因为你每次都在10分钟以前 或者是50分钟以前 你计算量根本就没有全世界 没法比没有这么大 所以说你的这个区块链在2008年到现在 就因为这是科技的组合 从来没有被黑过 从来没有被改过 就他的科技的含量 就让他自身有了这种安全性 对 discourage的那些所有想去黑的 或者想去做手脚的人的incentive 对 因为想黑的的人 有这个区块链的人 还不如去直接去挖矿 对就好了 对 所以这个讲的是区块链的一些 一些component 我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比10分钟之前 更聪明了很多 哎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挖矿 是吧 他挖的是程序 我们挖的是人 是 那所以现在的比特币大概是多少钱 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 呃新闻热炒的时候 他突破2万 2万多美金啊什么的 然后大家都后悔说 我当时怎么没投钱呢 我要当时投了多少钱 现在值多少钱 做很多这种 现在看起来比较没有意义和无聊的 这种假设和和和白日梦吧 做白日梦一样 事后足够量 事后足够量 马后炮 但是现在呃 渐渐新闻中 他的这个比特币的话题 渐渐淡淡去了 不知道现在比特币价格是怎么样的 比特币价格走势现在是横盘吧 已经在6000和8000 9000已经循循循了好几个月 然后现在是7600 今天是7600美金 ok 然后他这个价格幅度比较大 从0.25分涨到2块 然后2块涨到320块 320块又跌到2块 就Speaking of这个2分的这个时候 大概是多少年前 就刚刚一开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真正第一笔交易是2010年 2010年 在2010年之前 其实比特币是没有真实际价格的 2010年有一个人花了1万个比特币 就是全世界的第一笔以比特币的交易 花了1万个比特币买了两个披萨 天呐 你现在的价格7000多块钱一个比特币 1万个比特币 这俩披萨值7000万 惯你一个披萨3500万你敢吃吗 有点不可想象 那等于是从2010年现在才8年的时间 这个比特币从1万个比特币能买一块披萨 到现在一个比特币将近能够七八千甚至2万美金最高的时候 对 而且如果是拉长线的话 如果我们看长线的话 其实这种大的幅度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拉长线的话 比特币对我们自己认为是走势应该是要远远比现在价格要高很多 10万美金一个比特币是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入场也不晚的是吧 现在一点都不晚 所以价格低是因为它我们说它将来会涨得很高 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是相对比较低的 它比较低是因为我们的demand其实是会更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的价值比较低 还是说我们的supply会越来越少 现在价格并不是很低 7600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现在我们看着低是因为当时涨得太快 涨了2万对吧 但是你要是8年从0.25块钱涨到7000块7600 其实是一个很牛的一个涨势 400万 但是回到刚才何老师问题 它的产量是不是像咱们普通的货币一样 反正就是印钱一直印一直印 或者是说贝壳一直挖一直挖就行了 是这样的吗 不是比特币它是没有一个inflation 像普通货币这种无限制的通货膨胀这种问题 它的现在的inflation是一年在39% 然后到了2140年 就是以现在的计算量来设计的话 2140年是2100万个比特币全部被挖光了 所以是有一个supply的cap 对 2100万个就这么多 这堆这块什么时候没了就没了 没错 今天是1700万个 然后我们每天现在的计算量 现在的幅度是每天能挖1800个比特币 但是2020年的时候它挖的比特币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这价格肯定要涨不涨的话 曼领那些挖矿的人就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听了去感觉啊 就是比特币好像与其说它是虚拟货币 给我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更多的像是一个 比如虚拟的黄金或者虚拟的钻石来说 因为它是有黄金是有限的对吧 纸币是无限的对吧 那当比特币挖到了全都挖光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对于比特币的看待是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品的珍藏性 还是说它的实用性依然会在那里 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很多就是经济学家在讨论 因为 deflation这种东西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就是对货币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也就是反通货膨胀 对 反通货膨胀 通货索 很多没错 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就是比特币就可以等于是现在一百块钱这种消费 你每天你并花钱并不需要一百块钱 对吧你花二十块钱五块钱 所以比特币可能在将来只做这种大金额的交易 买房 你要是或者是国家 国家之间做这种交易 然后你要是买咖啡的话可能是用不着比特币 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incentive 让我们大额的transaction需要需要用比特币的话 譬如刚才呃唱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大额的交易 会不会将来也带来国家政策对于比特币的这种影响 譬如会呃影响到他一开始的那个初衷 他不就是为了对抗国家的这种银行体系 金融体系而而产生的吗 将来会不会有反作用力会会影响到他的这种integrity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嗯 然后在这个这个这个比特币嘛 他们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推翻政府 并不是推翻那个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肯定有好处 对不对但他们特想推翻特想改变的是把政府和金融运作分开 分开政府可以去管法律 政府可以去啊投票做意见 各种就是城市管理 但是他没必要去管货币发行 因为市场是一个free market自由市场 所以说如果政府去在一直在中央集权 去控制一个市场货币货币的话 对经济是不好的 对经济是2008年 对吧就是就有这种错误 人总会会犯错误 但是犯了错误呢 犯错误的人往往不去啊 pay他们的price 往往都是缴尸 老百姓 老百姓去pay 那这种wallstreet banker 他们就 其实赚了很多钱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在不断的犯错误 但是在赚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真正想纠正的是这种事情 就是你谁犯了错误 谁要pay the price 然后比特币就可以去达到这种效果 那我问一个特别就是低级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懂了 我不懂 那个比特币 我怎么存起来呢 因为你跟我说 它是一个虚拟的 那我很害怕 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也是存在银行银行 我家保险贵 或者说我存在床底下吗 这是怎么存呢 你可以存哪 什么地方都可以存 你可以存在一张纸上 你可以存在你的手机上 你可以存在一个USB里面 你可以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那我存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存的是一把钥匙 一把钥匙 对这个钥匙是 这一把钥匙是12到24个字母 单词 对英文的单词 然后这个单词是我自己决定的 不是是随机抽选的 然后这24个单词就保证了这个 只有你是你如果把这24个单词给了另外一个人 你在电脑什么 不需要任何操作 你就完全等于把这些钱给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也就是说解密的时候 我是要解除这24个单词是什么 并且顺序要一样 在这个7块链上 如果你输入你这24个单词 这个7块链就知道你是谁 知道你的钱 这个钱是属于这24个单词 不知道你是谁 你的identity和你的private key是没有关系的 等于我把这个24个单词如果都印在脑子里面 我没死我就知道 对或者我印在一张纸上 那这纸丢了就没了 那这世界上有没有丢的这些纸啊 丢的人很多啊 很多啊 在这1700万个比特币里面 我们估计200到400万比特币是永远找不到的 天呐就是说这些人他也是寄到了一个地方 但是他不小心弄丢了 对不记得了 硬盘没有了 纸没有了 那像这种情况 就好比说你挖了很多黄金 然后有很多黄金 就是你忘记藏到 始终有一天会有人找到的 对吧 那比如说比特币 像你说的硬盘找不到了 U盘找不到了 或者说这个我的24个单词我不记得 那我assume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 因为没错 你没有记住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其实有一点就是世界的 如果我们把比特币作为一个世界的财产来说 那其实这个世界上就财产就无形中就已经减少了 因为没错 没有丢了 其实是永远找不到 你说一共有多少个比特币大概 2100万 2100万个 那我们说2100万个比特币如果不小心都被搞丢了 那比特币这个东西其实在世界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比特币的丢失会不会 对这个 对这个 demand supply 对 demand 会不会有一个传统经济学里面的一个demand supply 比如说丢了 比如说2100个丢了2000万个 那剩下100个 就什么时候这个 就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已经有大概400万个找不到了 对 那这400万个比特币的消失 从supply上的消失 什么时候才会被reflect到它的market value上 还是说永远都不会呢 他现在已经reflect market value上面 现在很难讲到底是丢了多少 200万到400万 我们不知道吧 就是说有可能是我们估计200万到400万 但是有可能一个人他就是我就有200万个比特币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想破解这24个字母想猜对这24个单词 概率是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到现在 一共是就是120亿年 然后你要想猜对这24个单词放进去 概率是在1000一年左右 就是还得再爆炸10次就猜到了 以现在的计算能力 也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计算机拿过来 用普通那种解密一个一个去试 我要是1000一年 1000一年 1000一年 说不定能猜对一个 猜对一个 你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有没有钱 对对对对保险性这么多 所以说丢了就就真正的丢了 真的丢了 挺遗憾的 对 所以说比特币的应用 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买个咖啡啊 甚至买辆车啊 其实是不太有可能会深 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我从SFU毕业的时候 Speaking of which 又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SFU的bookstore里面有一个 Bitcoin Vending Machine 叫BTM Bitcoin Teller Machine 然后那里面就可以让你用你的比特币账号里面的钱 去支付图书 就是买买教材啊 买文具啊这样的钱 所以当时比特币价格没有疯涨之前 我觉得他的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是有的 而且很多的地方包括我记得Blends Coffee 还是某一家Waves Coffee Waves Coffee 曾经也好像接受过比特币 对对对对 实际应用性其实还是很强的 因为一个比特币它可以分成1000万份 所以说就是没必要 小心点后8分数 没错 所以而且比特币和Visa 就是钱比起来 其实属于货币2.0 它的transaction fee非常低 速度特别快 而且比特币科技是一直在延伸的嘛 所以比特币Network只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技术 然后在这个基层上又会建第二层第三层 第二第二层就等于是说我们米秒钟 其实可以来回交易1000万次 Visa做不到这种事情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去日本了 我看到日本其实街头有特别多的广告 什么比特币啊 这也接受比特币那也接受比特币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的国家和政府其实是在 不是规定啊或者说甚至是去ban这个比特币的一些交易 所以说我想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到底是哪一些政府现在比较接受这个比特币呢 日本是看比特币当成合法货币 所以说日本属于是非常接受的 然后在亚洲的话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 中国是不提倡比特币 英文中国比较喜欢控制这个资金的流动量 所以说比特币控制不了 对可以大量的资源流失 没错 然后欧洲也是比较Proactive 新加坡对虚拟货币也是非常欢迎的 然后Venezuela这样的国家想控制政府想控制越多的国家对比特币的打击越大 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其实是在一个持有观察状态 美国而且并不在打击 而且正在去想合法的去衡量比特币的作用 还有怎么去规划它 所以说在加拿大它也是算是一个合法的货币还是说只是合法的投资的一个 不算货币现在是如果你在加拿大报税的话 在比特币上报税是属于capital gain 就是说它是一个投资的性质 所以说你们就等于说你们公司或者是一些公司有的这种比特币基金 它也是属于一个投资性质 但不能用来当做货币使用在加拿大来说 你可以当做一种value exchange 但是不是货币吗 就是说我拿这杯水换你手机你同意了 这并不是说是杯水就是 就是货币吗 就是一个value exchange 像积分一样 政府可能确实像刚才唱说的 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对于这种东西是一种持有的态度 其实中国在很多时候对一些新鲜的东西也是比较持有 但是如果你触及了它的一个金融底线 它可能也会去做一些反行动 我记得去年的年底那会正好是中国刚刚出台政策说禁止这个比特币交易和这个关停比特币的这个交易网站也就是几个礼拜之后就出现了比特币的这种大涨的局面 其实也是现在想想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个大众都比较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想投资比特币或者我想去买这个比特币 我如何去买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就是也是阻挡比特币完全走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其实买比特币挺难的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有个朋友想卖给你 那就是最最简单的 这叫场外交易 然后如果是想在平台上买呢 在加拿大美国也有不少平台 特定的平台可以去买注册交你的身份证 然后验证过关之后你可以把钱打给他们 然后他们在交易平台上卖给你比特币 但是这种交易平台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去被监管 所以说都是有一有一些危险性 万一平台垮了没有任何责任 对你的钱没有任何责任 在美国咱不是做广告 但是美国最大的就是coinbase 他们是有保险被监管过的 在北美也就这么有有这么溢价这种 你说被监管是被美国政府监管 还是被有关的比特币的自己的一个监管 政府去监管 他监管的是平台交易的合法性 平台运营的合法性 而不是监管你的比特币的流向和资金的去向 他监管你的他做kyc 做这种know your client 但是也做我不太确定这个AML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也会把关的 我知道在咱们加拿大现在比如说赌场 比如说很多地方 他们现在有一个AML的一个anti-money laundering 就是反省钱 就是比较声量比较大 我不知道在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确实跟很多现在的很流行的货币 比起来它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的 像从最早的baker交易到现在的 阿里配这样的一个数字钱包 比起来是非常短的 那么会不会在它的发展成长过程中 虽然我知道它非常的secure 非常的保险 就是会不会也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危机 会造成了比特币的一些 当然了这个东西可能最后还是会一直走 如果它足够的顽强的话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anti-money laundering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特币的一个存在 或者它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你刚刚提的问题其实是两部分吧 对吧第一个是比特币会不会有危机性 就像普通的货币这样肯定会有 比如说这个 deflation 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危机在里面 最大的危机性在政策方面上 就是在政策方面上 政府到底允不允许比特币 如果Donald Trump明天在美国再说 美国比特币是违法行为 那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就是得了很大的危险性 然后第二部分 我如果没有讲到 没有完全回答到 可以再问我 然后第二部分 我觉得你问的就是那个 这个比特币会不会用在 反洗钱 对洗钱 这种这种 没法行为行 恐怖 恐怖活动 这个在比特币刚发 就因为比特币这个资金交易的自由性 因为太自由了 所以说 early adopter想用它的最先领先者 肯定是这些贩毒了 或者是想洗钱了这种 是 但是这就像当年互联网刚上市一样 大家都说 哇 谁会用互联网这么危险 你可以想想黄色片子 或者是卖枪枝卖毒品 都是一样 但是看互联网今天带来的好处 要比列数大很多 对这个我是理解的 但是这个是因为互联网在很早以前 是没有人监管的黄色的东西 暴力的东西 你upload 没有人管 但是你看现在 前日子巴黎世家那个事情 我还下边说了 不要在中国 我说滚出中国 你发了这个片 你发了这个留言之后 微博你一刷信马上就没有了 就说明他现在有非常多的机制 就不让你去说这样 过于过于这个激动的 就是他的网络监管非常强大 那肯定政府对于每一个人言行 包括斯诺登事件 其实都是反映出了政府 其实对网络是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但我觉得他完全知道你天天在做什么 对 但是比特币 它是一个非常free的一个 一个金融的一个 对 所以政府可以说 现在是no visibility 或者是very limited visibility 那这种情况 他肯定是质疑或者是不允许 那如果有一天政府允许 那我相信他美国一定是说 OK那美国的税务局 那他就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拥有 拥有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拥有情况 他的走向流动 对吧 就是那你的freedom 其实就少了 那会不会面临到了之前Google 在中国的那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说你要在我中国待着 你就要遵守我中国的法律 你的搜索结果 除了要符合你的结果以外 也要符合我中国的国情 这个东西不好讲 有可能会发展成这种情况 和互联网一样 就是说互联网有在水面上的 你能看到的东西 还有这个dark night deep night deep night 还是没有人能管制住的东西 对吧 然后比特币可能也会到那种情况下 但是他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想打翻这种系统 就是说没有必要去监管 就是让这个market自由起来 这个东西我们很难预测 或者道理万万一方向走 如果我们在经济课上面 或者金融课上面 学的这个市场的观点 就是说如果一个市场是很自由 很就是free 没有任何的这个limitation的时候 其实它才是一个最efficient的 一个market 所以说我觉得比特币它的最终的 最最初的初衷确实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这个世界上 不管什么东西它都有坏人 或者说有这个不法之徒 想去利用它 比特币它本身的存在 并不说明它是违法的 而是说有这个违法的人去钻了空子而已 我相信以后呢 随着时间发展 就像互联网一样 也会给大众带来很多的好处 然后很多的一些正面的影响 那政府可能也会出台相关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机构去管制这些不法行为 但是说长期来看 就像唱刚才说的 其实它是一个对经济有刺激性的一个好的东西存在 而且因为比特币的现在的这个发展 使得很多的数字货币都像雨后春损一样 在市场上市面上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监管也不一定只是针对于比特币 而且对于这个数字货币的市场 虚拟货币的存在吗 现在有一市场上有价值的比特币 有价值的虚拟货币 可以说是1500种 但是真正有意义的 不超过一两个 也就是说比特币是唯一一个经过时间证明 经过科技而移到位的这种东西 那么所谓的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 他们的衡量标准是在哪儿画这条线 这个线很难画 如果是当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比特币有意义 我觉得其他货币可能意义不大 但是因为他们有一千五百种存在价值 只要存在价值就是说有人对他感兴趣 有意义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以个人角度来看的 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划开的线去跟哪儿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时间去实践的 不管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的货币 或者是更新的一种 不过确实能想象有一天 我最早其实是想说阿里阿里配那些 就是虚拟的东西就是以后再没有cash了 但是他们还是link to你的一些钱的 对这么阿里配还有wechat配这种东西 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并不是一种货币吗 他们还是依赖于人民币这种东西 其实比特币想改的并不是想改 咱怎么去花钱 就是想改最基本的货币是什么 不想让一个机构去能掌控货币的发行量 如果政府有一天说比如说中国现在好像就是不许用比特币 是吧就是说他政府禁止使用比特币 那这个政策就是说就是在国内的人 他的比特币就不能用了吗 还是说他没有 这个他们政府想监管比特币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这就像你在一个park里面 一个大草坪上 政府其实就放了一个门在那儿 你不能通过这场门 但是在门旁边到处都是开破的 所以说政府其实是没有任何渠道能真正把比特币封掉 其实在中国的交易量比特币其实在世界上上现在是最大的 包括在中国的那些矿机什么买水电站什么建矿机的这样的 现在还在还在运营着吗 还在运营 还在运营 所以说并没有说一个政策的颁布就打击了这个行业在 在中国的市场 对 是官方好像是我们现在但是不承认 对 刚才今天聊的还是挺挺有深度的 聊了了解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非常感谢这个唱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向他学习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